第1位是蔡總 歡迎蔡總 另外我們要特別邀請到的是房仲業者 我們這個廖林新廖執行長 歡迎執行長 那麼執行長待會要好好詳細告訴我們大家 那麼政府推出了這個預售屋的定型化契約 5月份將正式的上路裡面關係到所有人的一個權益的問題 所以待會執行長要詳細告訴我們大家 另外我們要特別歡迎的就是韓祖 歡迎韓祖 韓祖今天要特別告訴我們的是有關於米其林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公佈了必比燈的一個推薦函 也就是平價美食的一個推薦函 那麼韓祖待會要告訴我們 到底這幾家店裡面都是深藏在哪裡 到底哪些店是好吃的 好 另外特別歡迎的就是我們阿忠哥 好 首先我們要帶給所有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這個習近平在進行歐洲的一個訪問 但是沒有想到 中國大陸的一個後院居然起火了 到底怎麼回事 來 一瓶水成為一帶一路的一個攔路虎 那麼賣水比賣鋼鐵還要來的好賺 那麼這個後院起火關係到這個貝加爾湖 貝加爾湖對於中國大陸來講是非常夢幻的一個地方 但是居然現在後院著火了 不過在後院著火之前 習近平進行了歐洲的訪問 而且進行的是四方會談 甚至跟歐洲的其他的一個盟國簽訂了許多的合約 其中包含了空八的一個合約 那麼空八總共要買掉了1兆台幣左右 總共向空八採購了290架A320 以及10架的A350的一個飛機 另外一方面的話 中美貿易大戰我們看到的是 美國在明天要進行的是美中貿易談判 那麼美國將率團在明天的時候到北京來進行會談 這場談判陸陸續續下來的話 已經進行不下數十回合 但是我們要看到的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 中國大陸為什麼後院會著火了 那麼就是有關於貝加爾湖 習近平在歐洲陸陸續續在進行訪問 但是沒有想到中二之間的關係 居然越來越緊張 我想這個是這兩天引起整個歐洲 特別是中國也引起矚目的一件事情 大概就在3月24號這一天 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俄羅斯總共有50幾個地方的不同的城市 包括連莫斯科都有人在抗議 抗議什麼 說貝加爾湖的水快要被中國人喝乾了 這麼嚴重 對 我們來講一下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包括俄羅斯的這個演員叫科樂夫尼可娃 很漂亮對不對 對 都直接在IG上就是出來反對什麼 反對中國的廠商在貝加爾湖畔設立包裝水廠 就是平用的包裝水廠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而且是上個禮拜連俄羅斯的總理都出面 他說針對這個投資案 我們會要用最嚴格的環保法規 來看待這整件事情 所以連BBC都開始報導這件事 說糟糕了 一帶一路 好 這邊習近平在推一帶一路 他還在倡議一帶一路 到了義大利 到了法國去了 但是俄羅斯這邊已經著火了 看起來俄羅斯已經對中國 開始出現一些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中國已經影響到我們的生計 那我們就來探討一下這整個問題 為什麼是在貝加爾湖 因為貝加爾湖是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湖 它的這個水 這個淡水的容量 大概佔全世界淡水的五分之一 所以你看到的這個面積又大 又最深的深水湖 它的這個深度最深的地方 有1637公尺 這什麼概念 我們的101大概508公尺 它比三個101還深 那最深的地方是這麼深 那這個最麻煩的一件事 傳說中貝加爾湖是過去中國的領地 蘇武牧羊大家聽過嗎 有 蘇武牧羊說牧羊在北海對不對 那個北海據說就是貝加爾湖 北海就是貝加爾湖 所以對中國來講 它有一個民族的情節在裡面 對那清朝的時候 我們簽了一個條約 因為跟俄國的沙皇戰爭 簽了一個叫尼布楚條約 就把貝加爾湖給割出去了 那所以對中國來講 一直對於貝加爾湖其實有一些知識分子 是有一些想法的 2017年在蘭州有一個設計學院 他就講了一件事 他說我們大西北缺水對不對 甘肅缺水怎麼樣 我們飲貝加爾湖的水來喝 這太誇張了吧 這中間的話是甘肅喔 甘肅 甘肅上面的話還有蒙古 然後再過去俄羅斯 對 各位 中國的大西北缺水這件事 一直是困擾中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是我們不知道 中國默默的在這裡面動過 這個東南亞國家的 這個湄公河上游的腦筋 他連貝加爾湖的這個腦筋 他也動過 所以俄羅斯人其實對於這些問題 對貝加爾湖這個地方 其實有點敏感 好 那這個敏感的這個當口 又出現了這個在 有一個叫庫爾圖克村的 這個瓶裝用水廠 是一個中資背景的公司 去登記了 而且是在什麼時候呢 他在2010年 就簽準了這個投資案 然後他們在今年的1月 開始動工 那預計投資多少 投資大概2400萬美金 14億盧布 要在那個地方設廠 做什麼 做瓶用的包裝水 給各位看一下 在台灣也買得到 不是 這家公司 就是在台灣的網路上 你可以買得到 貝加爾湖天然水 500毫升 他已經生產了嗎 沒有 現在是說 貝加爾湖旁邊有一大堆 做瓶裝水的工廠 這些很可能都是俄羅斯的工廠 但是有一些中國的廠商 也加進來想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貝加爾湖最近在中國大流行 那因為滿洲里附近的 就接近西波利亞這一帶的 東北的這些人 都喜歡喝貝加爾湖的這個 這個包裝水 那這個包裝水 這幾年 就大幅的整個外銷 就一直跑到這個中國去了 那中國人因為整個所得上來了 他要買這些好的東西 所以連台灣都買得到 那一瓶礦泉水40塊錢 不便宜 我剛剛看了一下不便宜 你可以進口1800噸 就是把這個貝加爾湖水 那2017年那個蘭州學院 他是直接拉一個管子 要把水引過來 那你想想看 對於貝加爾湖這附近的 這些俄羅斯人來 他們就越來越擔心什麼 你有一些生態的一些顧慮 對 這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距離有多遠 剛剛那個阿忠哥特別提到 要引到這蘭州 那大西北這個地方是缺水的 那照道理講 我要引水的話 我從新疆其他地方 引水過來比較近一點 可是他居然從貝加爾湖這邊引過來 這引過來的話 他必須怎樣 他必須經過了哪裡 經過了蒙古 蒙古之後的話 還有這個內蒙 外蒙 蒙古國 然後還有這個蒙古 然後再過來是蘭州 是 所以你看他如果要解決水框的問題 一千公里 直接下來的話一千多公里 一千公里 所以他們是畫過這個圖的 所以這些人對俄羅斯人來講 都是一個過去的陰影存在 可是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就給大家來講一下 因為在這個貝加爾湖的旁邊 有出現一個這個城市叫 利斯特維洋卡這個地方 叫貝加爾湖的大門 這是一個什麼旅遊勝地 不好意思 這邊很多房子都被中國人買掉 不但買房子 建旅館 然後接下來呢 發生什麼事情 2018去年前9個月 這個貝加爾湖畔的旅遊業成長了40% 其中63%都是來自中國 對 那你以為 中國人愛來貝加爾湖旅遊 那理論上 就像陸客來台灣旅遊一樣 會引起大家的喜歡才對 大家應該不會討厭他們 結果不是 跟台灣的問題一模一樣 叫一條龍作業 他們說啊 這一些來俄國人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中國人 坐著中國人開的遊覽車 住在中國人開的旅店裡面 吃了一大堆東西以後 那些食物呢 又可能就用當地的 然後留了一堆垃圾留給我們 我們只賺中間的一點點利潤 不是利潤 叫做那個小費 其他的東西 全部被大陸的企業都賺走了 所以這一件事情就引起了俄羅斯人 非常的不爽 我的觀光資源給你來用 而且這個整個湖 是被聯合國1996年列為 人類的文化珍貴遺產 結果你來抽我的水 你來關我的光 結果我對俄羅斯人來講是說 你們沒有給我們什麼東西 給我們一點小費 剩下都是垃圾 所以他們的這種抗議的心 越來越大 所以跟台灣很多 因為一條龍的這種做法 就讓很多人對於中國的這種旅遊 其實不歡迎 好 這裡面的話 其實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中國大陸 其實他們在擴張的時候的話 所引用到的 不管是貝加爾湖的一個水 或者是旅遊 那麼最主要是這裡 之所以會興盛 跟這個媒體的宣傳也有關係 因為在中國好聲音是不是 對 中國好聲音 那麼最近非常的流行 什麼李健跟誰 他們唱了一首歌 貝加爾湖的什麼的 然後非常非常的有名 所以大家對這一個地方 是充滿著一個幻想 可是問題是說 貝加爾湖的湖水的水質 到底怎麼樣 我們都知道說中國大陸的話 其實有很多地方都進行 都這個有高度的汙染 因為工業化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的地方是汙染的 其實中國大陸有一些地方 他們也出產礦泉水 譬如說那個東北地區的五大湖區 那五大湖區的話 它也是一個這個湖泊 裡面的水也可以喝 照到底講 他們直接出五大湖的水就好 為什麼一定要千里挑挑 跑到了這個貝加爾湖 來去買這一個水 但是你看到貝加爾湖裡面的一個 這一些水的話 其實具有它高度的吸引力 為什麼具有吸引力呢 因為很多廠商看到了 貝加爾湖裡面的這個水晶 晶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我們來講一下水比有貴 甚至水比酒貴 水比鋼鐵都還要貴 2017年4月份 中國的可口苟熱 引進了一款 瑞士原裝進口的礦水者 叫做Valer Valer的話在天津的旗艦店 銷售一瓶750CG 玻璃的瓶裝 那定價是64塊的人民幣 折合台幣280塊 可口可樂在中國 一箱是24罐可樂 對 比不上這一罐高價的礦水水 是 那為什麼 因為它想得很遠 我永遠就是碳酸飲料可口可樂 這個在中國已經拼成什麼 紅海的市場 但高端的水是一個什麼 藍海的市場 那一定還是有人要買 買了以後這一家公司 其實瑞士公司 是可口可樂 早在2002年 用了26億美金把它買下來的 他就想有一天要當成 攻進中國市場的一個武器 那未來 假如說這個Valer 這個礦泉水賣得很好的話 那當年花26億的天價 其實是值得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高端礦泉水的市場 這幾年多麼夯 你看最近這兩年成長80% 平均的獲利將近20% 一般的礦泉水只有3% 等於是7倍 而且這個高端的礦泉水 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是在中國 你看可口可樂在2016 也用了這個高級的飲用水 Smart Water 搶下了全美銷售的第四名 所以美國人 中國人 只要是愛護自己的身體 都會 引用這種高端水 但是我們來看來比較 我們做了 這個財務分析 這一罐 去坐中國 對 尤其搭中國的高鐵 大概都是看到這一罐 都會喝到這一罐 西藏的冰川礦泉水 5100西藏冰川的礦泉水 這個5100 海拔高度 看一下 我告訴你這個 不是地下的礦泉水 這是冰川 冰川有礦物質 那個比較營養 甚至有人吹嘻說 這個不要吃藥 光喝這個水 身體就會變好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330毫升 我們把它換算了以後 它賣10塊的人民幣 46塊台幣 1cc 0.14 好 有 我們家裡婆婆媽媽都要用的 金融魚食用調和油 5公升 這一大罐 賣70塊人民幣 1cc 0.06 0.14 這邊 0.06 水比油貴 再看我們台灣 我們現在一個口號 多喝水 你看 台灣瓶裝水的產值 逐年的飆升 2012年61億 到2016年已經95億 光這5年 就成長了50% 對 所以台灣一樣 只不過台灣的這個礦泉水 就 品牌就很多 因為我們沒有 全世界好的礦泉水 北美就洛基山賣 歐洲就是阿爾卑斯山 中國就是西藏 長白山 台灣找不到這種 比較水 這個 看起來 會有天然的礦水水 比較厲害的 好 你知道有多貴嗎 給各位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裡面我們琳朗買目 全部來自於世界各國的一個礦泉水 這些礦泉水裡面 最貴的 我們現在直接看 最貴的是這一瓶 前面的這一排的這一瓶 那它的一個每CC的價位數是0.17 這是台灣產的 那台灣的大疆海洋氣泡水 售價是55塊錢 好 那麼再過來的話 我們要看到第二排 第二排最旁邊的這一瓶 這一瓶的話 每CC的一個價位數的話 是0.11 一瓶要賣到55塊錢 你看小小一瓶 就是像是我們一般在超市買的 那種什麼多喝水 一般的礦泉水一樣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是冰島的礦泉水 大家也知道說冰島的 這個環境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就覺得 喝了那瓶水以後 宛如自身在冰島的世界裡面 那充滿著想像的一個空間 那麼我去冰島的時候 這瓶水在當地的超市買 要買到100多塊錢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奇怪怎麼台灣 後來回來台灣的超市看了以後 發現說台灣的超市 賣的反而比這個 國外還要來的便宜 好 來 韓祖妳又是喝哪一瓶 目前擺出來的 我喝過大概三四瓶 我自己平常會喝那個 Sempelgrino 就是最高的那一瓶 它是氣泡水 這個嗎 對 因為呢 本來我自己不是很常喝水 所以我覺得加一點氣泡 那種喝起來的感覺 比較有清涼感 所以我比較喜歡喝氣泡水 而且這個牌子很特別 它還會定期出一些 不一樣的包裝 我們這個是紀念款的 這個就是我送給你的 你送給我 對 證明的真的是 它會出一些特殊包裝 而且它還會有一些特殊口味 就是加入了水果 喝起來就會甜甜的 真的嗎 然後你說最貴的那個Aquagen 它特別的地方是在於 它很時尚 它會去跟一些活動做聯名 就比方說 之前它有贊助金馬獎 對金馬獎 金馬獎有 它就有做金馬的瓶身 它有游泳瓶的話 是用 對 裡面是有金馬獎的那個圖騰 對 但是它的水還是維持原本的味道 而且呢 它也是偶爾也會出一些特殊口味 比方說像玫瑰口味的 因為我覺得女生啦 要多喝水 可是每天要喝到2000cc好難喔 那個導播說這一瓶 看起來像是Vacca 我也覺得很像Vacca 因為是Vacca 但它其實就是氣泡水 但是總之呢 我覺得這兩瓶水 它們很會跟時下的活動 和創意做結合 所以喝水也可以變得很時尚 好 來 蔡總 你喝的是哪一瓶 我... 我要喝那個冰島 喔 冰島 感覺我賺一點差價 你喝100 我喝50 蔡總聰明 先選的 來 料料 來 執行長 你呢 我通常都喝這一瓶 你看它那個自己帶來的水就是 你喝那麼高級的水 很時尚耶 高雅 沒有...這個 這個其實當然如果說 在一般便利商店買一瓶大概 一毫升呢 0.08 0.09 但是如果你是去Costco 我是買整箱的 那其實買起來大概0.06吧 0.06 對 其實滿便宜的 它這水質是滿好的 喝起來比較軟 對 比較軟 一瓶可能都要一百多塊錢 對 好 來 阿忠哥 我要立陶宛 你... 來 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阿忠哥很厲害 立陶宛 0.074塊錢每一CC 它一瓶的話要賣到37塊錢 天啊 立陶宛自己有出費 對啊 立陶宛的水耶 來試試看 好 大家可以倒起來喝一下 冰島跟麵桃丸開一瓶就少一瓶耶 麻煩各位 喝水喔 要像喝酒一樣 一定要放在高角杯裡面 你會感覺出來喔 那個水是完全不一樣的 冰川耶 冰川喔 真的嗎 蔡總你有喝得出來冰島的味道嗎 沒有耶 這是阿爾卑斯山的血水流汗 好 來 那個 廖廖 廖廖你喝的這一瓶 這個是法國阿爾卑斯山的 他們講說血水 這是我一個外國朋友介紹的 他說擱這個就對了 在國外來講 當然礦泉水很多 可是有一些也是用調和的 他說這個來講絕對沒問題 所以這個是不單的嗎 這個 不是不是 這是法國的 是法國的 好 好 來 韓竹 韓竹的是台灣的 它這個氣泡很細緻 然後我喝到了金馬獎的味道 我今年應該可以得金鐘或金馬獎 天啊 妳那畫面好漂亮喔 妳看 光是看的 光是看就覺得 而且有些氣泡真的太強會很嗆 就是有時候我喝那種 氣泡水會嗆到 但是它是很細緻的 然後 所以我覺得氣泡水 台灣的跟國外的現在效果 喝起來口感都一樣好 現在很多的美女一定都要喝氣泡水 或者是喝水 那麼甚至在歐洲裡面的話呢 我們那個總監的老婆呢 她特別講到說 他們在國外的時候 還特別有一種水 他們說裡面放了一個 特別的一個礦物 然後那個是鎂 喝下去以後呢 它能夠減肥 會變鎂 也會變鎂 對 意思就是會變鎂這樣子 所以他們去到歐洲的時候 都猛買那種水來喝 所以喝水現在變成是一種 健康的一種代名詞了 據說這個可以消除疲勞 真的還假的 真的 它上面寫的啊 你看我們那個氣泡不一樣 我的是很細的 它是比較泡泡比較大 我這個叫天然的 天然礦泉水 阿忠哥 你那個也是氣泡水 阿忠哥 你那個是氣泡水嗎 對 氣泡水 它是天然的氣泡水 它是天然礦泉水 然後加了二氧化碳 因為之前的話 很多的水 其實大部分像氣泡水 他們都會用玻璃瓶來裝瓶 那麼玻璃瓶裝瓶跟塑膠瓶裝瓶 有什麼不一樣 廖廖 一般塑膠瓶相對是比較便宜的 那玻璃瓶來講 像這一瓶來講 這個都是比較貴的 對 因為像同樣的品牌來講 這一瓶來講的玻璃瓶來講 是七十幾塊嘛 可是如果是塑膠瓶來講 大概可能差不多四十塊 左右就有 我跟妳說水很重要 重要不是只是喝下去而已 還要拿在手上的感覺 對 請大家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廖廖拿了這一瓶 好 來 放下來 來 再換拿這一瓶 它完全就不一樣 因為這一瓶叫做發財水 可是裡面裝的到底是怎麼樣的水的話 其實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它的一個包裝 以及這個產品賦予它的靈魂 其實基本上加深了這一瓶水的一個價值性 所以以至於 所以貝加爾湖為什麼它的水呢 會變成中國大陸很多人 要去搶的一個水資源 就是因為貝加爾湖賦予它非常漂亮 以及美麗的一個靈魂 好 來 蔡總剛剛特別提到 這個是藍金的市場 那麼水資源非常的重要 對 包括統一台岩 黑松到泰山都有生產這個礦潛水 不過我們把這個水資源 再把它擴大 其實我覺得是要從環境去保護 所以你看喔 山林水 它是再生水 讓水循環的這個使用 簽附海水的淡化 國統呢 水資源的一些工程 我覺得喔 這樣的公司的話呢 也算是我們關注的一個焦點 那特別我們看一下國統 因為過去兩年喔 它的營益呢 不怎麼好 都是虧損 但去年的財報呢 現在出爐了 中亞油虧轉零賺了一塊錢 那股價其實從今年以來 都還沒有什麼漲到 所以水資源這個題材起來的話 類似這一種的 其實它已經 最好已經成為過去了 那股價應該會有一個反應 好 這是我們看到了這個貝加爾湖的水 那麼可以看到台灣的一個 藍金的一個市場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這個料料 剛剛拿了那個發財水 待會兒我們要來發財一下 料料特別講到了這一件事情 就是五月份開始的話呢 我們預售屋的定型化契約 將有所更動 那麼這關係到很多想要買房子 或者是你之前買到了一個預售屋 那麼現在應該怎麼樣處理 到底新增的一個定型化契約的重點 到底在哪邊 對 今天我想大概整理一下這個 這個五月份即將上路的預售屋買賣 定型化契約 定型化契約就是 所有的買賣一定都要 你的不管任何的民間的這些合約 一定都要有這些 內政部規定的這些條約在裡面 這樣才是合法 否則都要受罰的 那它裡面總共有幾個項目 大概有列舉出來 第一個就是說你附屬建物的面積登記 這個是我想過去一直在更換 那這些面積就是常常是我們建商 常常在玩弄這個坪數的一個部分 當然這絕對也影響到很大的一些價格的問題 在107年1月1號以後 這之前已經規定了 那其實現在只是把它納入進去而已 就是說以後所有只有陽台 登記進去而已 所有的雨遮 屋簷 花台 路來 這全部都不能登記 所以就是107年1月1號以後 申請執照者 它的附屬建物面積僅限於陽台 只有陽台 能夠登記 登記 那麼其他譬如說 你現在看到的屋園 或者是說有雨遮 或者是花台這些全部都不行 這些全部都不能計算在坪數裡面 對 那我想用這個圖來講 讓大家也順便了解一下 這個到底什麼是花台 什麼是雨遮 什麼是露台 那大家最正常都會了解 所以就是叫陽台嘛 陽台這個我們 那陽台跟露台什麼差別 就是頂上方有沒有遮蔽 遮蓋物 沒有 陽台也有遮蔽啊 對 所以遮蓋物 這就是陽台 那如果沒有遮蓋物咧 你是頂到天了 你看到天了 那這個就叫做露台 聽得懂 那叫露台 那個叫露台 那露台能不能登記 露台就不能登記 所以這是陽台 現在目前就是大家 很多人為了這種景觀也好 或是為了讓你現在目前 比較特殊的建築 就會有很多的露台 那小心那些都是不能登記的 那這個部分來講 各位看 有雨遮的部分 這個也是雨遮 這個部分都是雨遮 這個部分都是雨遮 那這個部分來講 因為有窗戶出來的 才要遮嘛 對 有窗戶的 你看這個都是窗戶 窗戶出來要遮 這個 所以才叫雨遮 那是你 這個部分有沒有窗戶 沒有 沒有窗戶 那這個其實就叫什麼 叫裝飾牆 過去這個都有 那它這邊也是有一個平台 對不對 那因為什麼 因為整個可能外型 外觀的關係 對 因為你看如果沒有做這個 裝飾牆的話 就凹進去了 是 就不好看 但是過去這些 有些是紀錄坪數的 對 那這個 這就是雨遮的部分 那花台在哪裡 花台就是窗戶 前面這部分 就叫花台 那會種種花草 這些過去都算平數 那另外來講 還有管道間 裝飾柱來講 管道間 當然在裡面 沒有話說 我們在這個房子裡面 你要有一些化分管 然後排水管 所以這些紀錄坪數 真的沒有話說 但是外面 外面有一些 這個你看這個 原本看起來是柱子對不對 這個也是柱子 可是這個是實心的 這個是空心的 那這裡面 有可能走的是管道 那也有可能是 裝飾柱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有柱子 這邊沒柱子 看起來就不平衡 有時候是空心柱 那這些過去 也都紀錄坪數 那不細算以後 到底對於消費者來講的話 他們到底是 比較有利 還是說 根本也沒有差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有三個時程 就是說你民國100年 5月之前 是都可以登記 都可以計價 這是最舊制的部分 然後英國100年5月之後 是你可以登記 但是你建商不能賣 不能計價 那現在2018年 107年1月之後 是你不可以登記 也不可以計價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變 在調整當中 有三個階段 是 所以你要看你買的房子 是什麼 不可以登記 也不可以計價 那是不是代表 建商就直接 把這些坪數送給你了 講好聽當然是送 當然單價提高就好了 所以沒有那麼好的一件事情 對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 我們要講到這邊就是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共有的部分 就是說你所有的車位 不管包含你法定的 真色的 這些獎勵的全部都是 你如果沒有權狀的 全部都要納入共有部分 那共有部分就是你的公設筆 就在裡面 就包含了在裡面 補具有獨立權狀的停車位 對 那停車位不是都要有權狀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基本上來講 過去來講 都不見都有 不見得有權狀 只有法定 還有可能有 那個真色的有 那你其他的這些來講 都是比如說 還有獎勵停車位 1萬分之多少 1萬分之1000 1萬分之2000 大概就是這樣的 在計坪數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 很多的手腳 就可以在這邊變化了 那我們大概看 怎麼樣變化 公共 這個其實來講 公設筆 絕對不是一個關鍵點 那你先看到底 合不合理 第一個你看它的車位 如果它的坪數 坪數我先跟你講 8到12坪算正常 因為一個車位的一個 大概都是 車位坪數 2.5 2.5米跟6米 這樣子長寬 那大概4.5坪 4.5坪了 那你其他的 分攤一些車道 這些部分 所以你分攤起來 你的車位 如果是8到12坪 那OK 可是通常 有的 如果你的車位 平數太小 那就有問題了 為什麼平數太小 因為車位 是算一個的 我們現在通常 買車位都是一個 200萬 250 那反正你平數 會去計較嗎 你平數不會去計較的 但是來講 反正我把這些平數 幹嘛 就可以挪到其他的公設去 所以你的公設 相對就分攤起來 就可以多賣一些平數 差別是在這邊 那當然還有一種是 你的車位平數特別大 特別大的也有一種 也有一點問題 就是說 它這個可能一般出現在是 基地比較小 或是說 它因為獎勵 獎勵偵測車位太多了 地下市開挖太多層了 可能四層五層 那這些公設灌到哪裡去 那公設灌起來 哇 公設比太高了 公設比如果說今天講 那算起來變成三四十% 不好賣 對 推出設廠不好賣 那建商可能刻意就會調降 公設比 然後就把這些公設比移到哪裡去 移到車位去 所以這個實在講 公設比高低 現在沒有一個 沒有任何一個法令規定說 公設比一定要在哪裡才叫合理 公設比決定在建商 它要賣多少公設比 所以過去來講 像這個現在目前 以前登記有沒有 大概 還沒有實施之前 100年5月之前 公設比大概20%到25%左右 那現在100年 這個5月之後來講 大概看到都是28 30 32左右 其實我在買的時候 35以下的話 都算是已經很合理 現在 你去看 隨便都是30到38 對 現在如果你現在去看 所有的案子 都是30到38 反而公設比這整個又調高了 到底一般的民眾 他應該要怎麼樣算 才算是合理 對 公設比這個是這樣子 就 基本上你的主建物 包含你的附屬建物 那包含你的共有部分 共有部分就是大公小公 公共設施的部分 這個等於就是說 舊有的嗎 這是以前早期的時候 就是說 你可登記可計價 全部都把它算進去 總面積 那你的公設平數 就是大公跟小公 以這個來講 這就是以前來講 過去的 31.5 加起來 宇澤有算 31.5 比如說公設是9坪 那你算起來 28.6 聽起來還不錯 滿合理的 30以下 對嘛 那現在宇澤不登記了 宇澤不登記了 哇 平數沒有了 31.5坪 再減掉1.5坪 就變成30坪了 對 30坪一算 哇 公設比 變30 對 那公設比就相對就會增加了 其實 這個東西 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覺得這個法令的變動 實在講是多指一舉 就它的平數實不實在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房子 你打出來的時候 你一看 有一些真的還滿迷人的 他說 這個公設比只有10% 然後因為我們用到的公共設施 並不多 所以10% 然後或者是講說 我們的公設 基本上沒有什麼公設 對 所以買到非常的划算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樣 對 所以我今天又特別提出一個案子 就是說 這個公設比 這個案子 它公設比大概就10% 對 你聽到你會覺得 現在還有公設比 這是大樓 不是公寓 不是爬樓梯 這是大樓 18樓 你看它這是18樓的個案 可是它公設比為什麼只有10% 所以有時候我剛剛講說 公設比的數字 絕對不是 那都只是參考而已 最主要你要看這個平面圖 平面圖 你看 這個是它整個平面圖 這個是黑色的部分 那 紅色的 這多出來的這個是什麼 走廊嗎 這個就是 電梯有沒有 從電梯 走道 走到你們家 前面這個走道 這個走道是我的 我家的嗎 就把小公併入到你們家這邊來 他的門是在這邊 他的門在這邊 他的門在這邊 對 然後這邊的話算在你家這樣子 對 這邊 這個我實際知道是 這邊還有一條走道 是算在另外一戶的 所以這個小公等於併入到你們家的時候 可是那個沒有作用啊 你到底要怎麼做 你能夠幹嘛呢 這個 之前法規沒有管到這些 所以如果說這些舊房子 你看說 它公設比只有10% 你不要高興了 你自己要看說 你這平面圖 到底是 真正的買到的是什麼 好 另外還有一個 增訂呢 接通自來水電力以及天然瓦斯費用的 一個承擔方式 對 那這個部分來講 也規定的蠻明確的 因為裡面其實來講 很多建商巧利明目收了很多 額外的費用 可能消費者不知道 就怪怪的就付了 那我們先來定義就是說 內管跟外管的部分 內管可以講說 內管就是我們基地內的 這所有的管線的這些費用 那外管來講 這個其實都是內管喔 這算內管嗎 這都在外牆外面 沒有 我們講的是基地內 我們的基地內 那所謂外管是什麼 我跟電力公司 接水過來的那個 那個外面的基地外 到自來水公司 或是電力公司 接的這些管線的費用 這個叫外管費用 那過去有一些 待會再給你看 大家有些是亂加的 那自來水電力過去 那基本上 反正現在都是由賣方在付 然後另外天然瓦斯 現在比較明確一點就是說 過去內管都是 可能會有買 那個建商會要求你來付 但是現在都是規定 都是由賣方 建設公司要付 那外管的費用各位要注意一下 未來可能這一條要注意一下 外管的費用是協議 誰來付 如果沒有協議 當然建商也要支付 那大家來看一下 這些費用在哪裡 就在這個地方 這些是購屋會相關的費用 那當然這些什麼代書費 這些規費這些當然都是很合理的 那玉角水電力這很合理 但是你看 瓦斯接管費 兩萬五 兩萬五其實掛一個表值 大概兩三千塊 可是兩萬五就掛 兩萬五就包含了 內管的費用 好 這個台灣的實力 非常的驚人 去年這個米其林順利的 登陸台灣 而且公佈了這個 米其林三星的一個排行榜 那麼甚至有一些小吃 全部都列入了米其林 碧比登的一個推薦 那麼今天同樣的平價美食版的一個 米其林也順利的公佈了 來 我們給所有的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請導播直接 take這個畫面 碧比登今天熱騰騰出爐的 總共有12家新入榜的平價美食 來 再給一次 觀眾朋友們可以用那個手機 直接照著電視把它拍下來 明天趕快去這些小吃店 來不及了 今天就爆滿了 今天已經爆滿了 我今天想 我就是特別去把那些菜拿回來 才4點半喔 4點半既不是中餐 也不是晚餐的時間 我去了那家店爆滿 排到門口 然後都沒空離我 你去了哪一家店 我去了其中的一家鵝肉店 鵝肉店 好 這一家鵝肉店 就是剛剛這邊看到的 應該是阿扯鵝肉 對 好 來 告訴我們大家 韓主 這一次推薦出來的 碧比登的一個推薦 那這推薦裡面有哪一些亮點 好 其實4月10號對美食界來說 可以說是大日子 不是你的生日 不是我的生日 是第二屆的台北米其林指南 就是要公布了 那麼在4月10號之前 今天就先公布了碧比登的名單 但是不是完整的名單 是先公布了這12家是去年沒有入榜 但是今年先入榜 那首先我們就要了解一下 什麼是碧比登呢 碧比登就是這個很可愛的 這個米其林寶寶 大家都以為它叫米其林寶寶對不對 不是 它是有名字的 它的名字就叫做碧比登 所以碧比登推薦就是說 這些是比較 米其林的一般的平等 比較經濟實惠的美食 它判定的標準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米其林 大概你吃個一星以上 沒有個一千多塊 兩三千塊是跑不掉的啦 但是碧比登它就是 比較平價的美食 三道菜不超過台幣1300元 你就符合這個資格來評比說 你是碧比登的小吃推薦 那麼當然的你的口味啦 你的用餐環境 還有你的價格 都是考量進去的要點 那所以今天呢 就有這12家新入榜的碧比登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呢 主要都集中在台北市 比較早一步發展的區域對不對 你看像是中山區啦 大同區啦 大安區 都有很多隱藏好店 其實也不能說隱藏 這些店家都超有名的 像這邊總共12家新入榜當中啊 我自己吃過三家 好像也不算多 妳吃過哪幾家啊 我吃過天下三絕 天下三絕 還有這個 賣牛肉麵的喔 天下三絕的特色是什麼 我也採訪過 是什麼 它的那個牛肉麵呢 它用了三種牛肉進去 而且喔 它當初的噱頭就是 讓你一碗牛肉麵配紅酒 讓你吃得蓋夠熊 好 然後呢 還有哪一間 另外我還有吃過那個四川五草手 四川五草手 很多大家聚餐都一定會吃啊 好 那麼在忠孝東路那個附近喔 好 那麼阿忠哥呢 你吃過哪一家 仁和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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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和園賣的是 雲南菜 雲南菜 破書包子 過橋米線 唉唷 雞油豌豆 杏手碾萊 那個 對 這個完全都知道 只是它 它這個算是老店 然後 而且日本客人超多 可是各位去喔 要拿現金付帳 不熟心要搞 不熟心要搞 它其實呢 是位在那個 金華飯店 旁邊 那邊 那邊 好 那麼菜總呢 你吃過哪一家 對啊 這個四五家 我特別講龍龍園 我小孩子的滿月 就是在龍龍園 所以 老實講 這個店很久了啦 但是沒想到寶刀未老 小孩子滿月 為什麼去龍園吃 他已經做阿公 不是 你不能這樣講 有馬的記憶 那時候的這個江澀菜 它是在台北市有名的店 有名的店 對 在30年前是很有名的 它已經是老店了 開了非常非常的久 那麼那個 我們也是龍龍園 龍龍園 好 今天韓祖 其實也有到這個龍龍園 來 我們給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這個是龍龍園 非常有名的這一個 烤排骨 烤紙排 對 我那時候還以為 它是要怎麼現場來製作 因為這個真的很費工 它不可能現場做的 它都要提前先做好 然後呢 主主人跟我說 他們選用的是 跟一般的排骨一樣 一般用大排 然後他們用的是小排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 本來就會比較好 加上呢 他們的前置呢 就用了什麼 糖啊 鹽啊 醬油啦 蠔油啦 都去做這些入味 然後呢 就進去大火燜八小時 而且 你看 這味道真的讓人家受不了 對啊 我今天特別過去 也是去拿這道菜 內行 內行一定都拿這道菜 對啊 而且我們看到這排骨 但是光吃就已經很有味道 對不對 那麼軟 那麼爛 有沒有 導播來 你看看 導播肚子都餓了 而且呢 它這個蔥燒紙排 對 不是給你這樣直接吃肉的 蔥燒紙排 它要搭配這一個 光餅 那光餅它就是一個芝麻餅 他們說就像小漢堡一樣 包在裡頭吃 好 來 韓主再趕快幫我們介紹一下 還有哪一些美食 好 我們從這12家新入榜當中來看 其實必比登他的魅力 到底有多大 當年在去年第一波公布的時候 每個店家小吃店全部爆滿 包括我平常會吃的滷肉飯 什麼的都訂不到位置 滷肉飯都還要定位或後位 那店家平均說大概公布的前兩三個月啊 生意好到爆炸 尤其是因為這些小吃店 他們本來就沒有規定你說 用餐要多少時間 所以呢 你要吃到這些必比登小吃 你要必須排隊 然後前面吃的人也不一定會走 那麼其中呢 這12家當中有3家 我要特別跟大家推薦 首先就第一家 剛才慶選提到的 這個賣麵鹽仔 他其實他本名叫金犬小吃店 但是呢 賣麵鹽仔的字比較大 你看這個人 人潮有沒有 他在那個你知道 他在那個 永樂國小的樣子 他不是走路工 不是發什麼零食演員 大家就是要吃一碗麵 他開到現在已經83年了 比我們兩個加起來年紀都大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好吃在哪裡 他的不只說你知道嗎 這種古早味庶民的味道 本來大家要的就是那股香氣 那事實上呢 你看他的乾麵跟湯麵 這麼多年來都維持20塊一碗 這裡是台北市耶 維持個20塊一碗這樣的錢 而且他的那個小菜紅燒肉 也是必點的 對 所以這一家 我看呢 今天公布完之後 人大概要再排到這邊去 他們的營業時間非常的特別 因為他在大東區 那麼大東區呢 早期其實是最早發展的地方 所以他們早上的時候呢 他們的早餐其實就是吃這個 就是吃這些 早餐的時候呢就可以下去點 然後過了三點 我不賣你就是不賣你 對 賣完他就收攤 對 所以呢 大家如果要去排隊的話 明天三點之前趕快去 然後另外這個就是 我今天特別去拿菜的 就是阿成鵝肉 他的創始店是開在土城 那老闆就叫做阿成 第一代老闆 然後呢他們夫婦就是 做了這個鵝肉 沒想到大受歡迎 所以在十年前呢 他們的第二代接放之後 就在台北市區 在這個中山區吉林路這邊 再開了第二家 那他們總共開到 現在已經29年了 我今天下午去的時候啊 就是 我就進去 店都爆炸滿 我說老闆老闆 我要點你們的那個煙燻鵝啊 還有白斬鵝啊 什麼什麼的 老闆沒空離我 電話被打爆了 好 我們桌上 其實就是有那個 阿成的那個鵝肉 就是剛剛那個 大家一定要品嘗 然後呢 我就拜託店員說 可不可以幫我們做一份 我今天節目上要講啊 最後 我好不容易才排了 大概二 三十分鐘拿回來 好 菜總現在正在吃 對 他最近的菜色就是 他的鵝肉 還有麻辣鵝血 鵝血不容易吃得到吧 那我就剛才就問店長說 你們的鵝肉到底厲害在哪裡 他說 他是用糖燻的 用糖下去燻 對 所以這塊特別的甜甜 那我說還有沒有什麼秘方 可以告訴我 他說 很忙啦 你自己上網查 對 他已經沒有空離 好在我今天有穿這樣去買 不然他還以為 我是打個路人 你知道這是盛市 你知道嗎 就是每次米其林 在去年的時候 跟今年的時候都同樣 去年的時候公布完以後 我也同樣 公布完以後 當場 當天晚上 就馬上跑去一家去吃 我跟你講 那個人滿為患 全部都是人 而且就像我跟你說的 原本這些小吃店 他們就沒有限制用餐時間 然後大家一口氣過去 坐著也不起來 你就會在那邊等 我是要吃滷肉飯 是要吃多久 對 然後另外再來看這個 就是我自己曾經去採訪過的 叫做天下三角 你看它外面 是不是做得滿漂亮 很像是一個 約會餐廳 簡餐廳 對不對 其實它是2013年開幕的 店裡是西式裝潢 它要讓你吃這個牛肉麵的感覺 是特別的升級 不要讓你是稀里呼嚕 好像吃得很狼狽就走 那它這個天下三角 招牌的牛肉麵 它裡面用了三種牛肉 牛筋 牛腱肉都在裡頭 然後滷得非常的入味 那重點是 你看喔 牛尾 劍心肉 牛腱 牛筋都在裡頭 還讓你配一杯紅酒喝 紅酒 加上裡面還有酒櫃喔 那你看 它這樣一碗麵 他們最貴的招牌的三寶麵 500塊 那也不便宜啊 對啊 牛肉麵 所以才會很有噱頭 很有爆點 那時候我才去採訪 那其實吃起來 確實跟我們一般吃到的牛肉麵 也是不太一樣 因為一般牛肉麵 可能是比較強調這庶民的味道 它是比較快速的 然後它這個是感覺 是比較醇厚一點 而且吃的肉 你可以吃到不同的肉塊 確實有它的特色在 好 來那個 蔡總 你剛剛吃了那個 阿成的耳肉怎麼樣 還有剛剛我們吃到的 熔熔圓的指拍 我覺得熔熔圓 這個肉是很軟的 對 但是這個外皮 這個光餅是硬的 所以它有硬 軟的搭配 它的口感 那一般的話 那個手東坡肉的話 包那個就太軟了 對 對 東坡肉一般是掛包 對 包那個掛包 然後掛包 又不太一樣 來 吃一下這個 阿成的鵝肉 阿成鵝肉 其實現在聽說很多日本人 會跑去熔 我們這個豆芽韭菜是阿成的嗎 豆芽韭菜 我整個不知道 就是你有什麼都給我帶回來 所以我不是 它那個韭菜真的好吃 很確定 但是我跟你說 這12家要看一下明天 明天到底還會不會再公布 所有的更詳細的 下一波4月10號 下一波那個是有升級的 然後還有跟所有必比登完整的名單 都是4月10號 今天就等於是這12家 新入圍的來給大家劈劈 我們可以講一家店 這家店的話是移工 也就是去年的三星的這一家 唯一一家 唯一一家 台灣之光 你去採訪過 但是他們也是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它已經沒有再進步的空間了 它就算一直維持它的好品質 或是繼續提升它的廚藝 也沒有四星可以給它 但是呢 它只要沒辦法維持三星 它就是 就是變成 告訴大家 我在退步 那這樣會有人來嗎 因為他們去年自從得了三星之後 本來那邊就不是很好定位了 那我們得了三星之後 現在一般排隊都要排個 預定個半年以上 你才可能有位子 包廂也是全滿 你看拍的包廂這麼漂亮 然後我也趁那次採訪的時候 跟公關說 請問一下 以後我要定位 有沒有比較殺必死一點 他說很難 所以今年移工 他能不能再去維持 他去年三星的 這樣子的最高殊榮 我相信他們大廚 現在心裡 確實是很忐忑 告訴各位 我今天也要推薦一個 平價的米其林 料麒麟 料麒麟 但是如果不好吃的話 沒關係 不用錢 好 到底是哪一家 來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馬上告訴你 好 歡迎回到全能事務所 這個製作人說 要賭就賭大一點 不能只是那個不用錢而已 我如果推薦的 平價美食不好吃的話 我就不主持了 好 來 賭大一點 我要推薦的這一家 剛剛那個韓主有特別講到 就是說平價美食的話 它是三道菜 然後 人均消費1300元以下 1300元以下 所以我要推薦這一家 這一家叫做 謝阿姨美食房 我聽說韓主有去採訪過 這一家店很特別 它其實位在博愛路 然後它是在博愛路的一個 神秘的地下室裡面 可是你每次走下去的時候 裡面都坐滿的人 好 它裡面最主要是吃什麼呢 它吃的是 芋頭米粉跟芋頭粥 如果芋頭米粉跟芋頭粥 如果要做的道地 而且有台灣味的話 是非常非常難 可是你在這邊的話 可以讓你無限制的一直吃 但是你兩個人 進去一個人的消費 是400多塊錢 兩個人你可以點三道菜 好 點哪三道菜呢 來 除了這個芋頭 米粉跟芋頭粥 是免費讓你吃之外 好 那另外還有就是 你可以吃到它的雞肉 然後它的蝦子 還有青菜 所以兩個人選擇的 就是三道菜 來 蔡總趕快吃一下 芋頭粥 你拿到的是芋頭粥嗎 芋頭 芋頭粥 好 來 韓祖呢 我的也是芋頭粥 韓祖去過了 這個芋頭超大的 蔡總怎麼樣 芋頭粥 古早味 古早味啊 對啊 而且你在台北很難吃到 這種古早味 對 它最招牌的就是它的芋頭粥 對 執行長怎麼樣 它這個油蔥太好了 古早味的油蔥 有媽媽的味道 有媽媽的味道 因為韓祖聽說很多人 把這邊當作是 外交部的地下廚房 外交部的地下廚房 因為它靠近那個外交部 所以有很多外交部的官員 他們吃個減餐吃個飯就會下去 而且不好找喔 但每次下去都是排隊 人滿為患喔 對 而且裡面呢 這個媽媽們 他們總共有好幾個媽媽們 都在那邊現場 因為我只會想看 水甲 水甲 水甲